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我是指甲當 首先謝謝國華球場贊助拍攝影片 國華用心讓你開心 又來到慢慢學會一號目系列影片 不知道第幾集了 隨便了 沒差了 反正你們看就對了 好 你們是不是有很常發生一種情況 就是下場的時候 不要說下場 應該說在練習場的時候 升龍火虎 超強 怎麼打怎麼直 但是一下場的時候 右邊OB 左邊水池 前面有個大懸崖 你們就不會打球了 原本都是啪過去 去直接飛過250馬 一有前面有懸崖 打過去馬上升25馬 滾地球都出來 好 各位同學 不是動作變 不要以為什麼動作變 然後馬上回頭看教練說 教練怎麼辦 我剛剛動作做錯 不是的 各位同學絕對不是這樣 好 當我們在遇到壓力的時候 我們通常已經沒辦法 專注在自己身體本身的協調 我們在壓力的時候 腎素線上 腎素線上 腎上腎素肌身 身體緊繃 呼吸急促 這個時候你的協調就被破壞了 所以各位同學 我今天要分享三個東西 讓你們在下場的時候 當你遇到壓力的時候 你們可以去使用 讓你們提高 保有你們揮桿協調的機率 好不好 各位同學 好 第一個方法 其實也是我自己很常用的 我通常自己在下來的時候 如果遇到那種 我會覺得有壓力的球動的時候 沒辦法去做一個 完全的施展的時候 我會告訴自己說 好吧 我就輕鬆打吧 OK 我所謂的輕鬆打 就是說你要很明確的告訴自己 大概自己是幾分力 要是我自己 我會覺得說 大概是五層力到七層力 那這時候五層力到七層力怎麼做 很簡單 你們自己在練習場的時候就要練 我通常都會自己練說 好 這是我的一層力 好 這是我的三層力 好 這是我的五層力 OK 好 這個是五層力 那我就用這個 這樣子的速度跟這樣的力道 來去打一球看看 我們就用這樣的感覺打 不用 對 不要想說這樣距離就不會喪失 各位同學 你們要打到球 打到球就算距離喪失了10% 總比你滾在前面好 好吧 來 我們試一下 用剛剛這種五層力的方式來打一顆 就五層力就好囉 我會感覺非常的輕鬆 重點是把動作的協調做完 然後想像自己在擊到球的時候對不對 就是用剛剛的力道來打球 就這樣打 這顆球非常直 然後呢 這顆球估計跟我原本的距離 少大約20 可是 我可以做完一個非常完整的動作 不會怕它說歐逼 好 第二個方法 也是我 有時候會用 但是 我會在那種就是自己沒有信心 可是我又想要把距離 拚遠一點的時候呢 我會在上竿的時候刻意的停一下 好 各位同學為什麼 因為通常你們的協調被破壞的時候 都是在轉換區 也就 哎唷 我鞋子髒了 好 也就在轉換區 上竿到頂點的這一段 你們過於急促 所以呢 有些人甚至還沒上竿到頂點的時候 就急著下竿了 因為身體現在是緊繃的 你的節奏是快的 所以你協調被破壞了 你的轉換區如果能夠稍微停一下的話 去完整你的上竿 同時間讓你啟動下竿的時候 然後不至於過於倉促 那這時候你揮竿成功的機率 當然就提高了 所以這時候我會這樣做 我一樣會用力打 但是呢 我會感覺上竿稍微停一下 的感覺 OK 好 一樣喔 上竿稍微停一下 讓我的轉換區 不要過於倉促 喔 這球非常漂亮 哇 直接過那個坎 好球 好 所以通常我遇到 我想要距離 我還是 但我還是想要就是 讓自己有信心的時候 我會讓自己上竿到頂點的時候停一下 那第三個是我 比較常跟學生講 因為比較簡單啦 刻意數節奏 這個在我很多學生的身上做過實驗 就是當他們刻意去數節奏的時候 其實揮竿的表現 還有抗壓的表現 抗壓的能力 其實是會有很顯著的成長 OK 所以呢 我通常會希望學生們在試揮的時候 就去數一個節奏 例如說 好 我在數的時候 好 1 2 3 喔 我們就用剛剛這個速度打 1 2 3 OK 那 這個其實也是一樣 它就為了就是放緩你的身體節奏 讓你的協調不至於跑掉 OK 其實你會發現這三件事情都在怎樣 都在強調節奏 讓你的協調不會跑掉 只要你的協調跑掉了 動作當然就會變 而唯一能夠去 整個連結你全身動作的一個因素 其實就是節奏 好不好 各位同學有沒有get到一個 一個概念 好不好 好 我們就用剛剛那個動作來打一顆 一樣 我們就不用想停一下 或是什麼幾分力 我們就想 1 2 3 好 試一次 OK 試一下喔 我們在下來的時候呢 我們用 不是下來 sorry 一整個灰乾的過程當中 用數節奏的方式來試看看 好 預備 1 2 那這顆球不要飛去哪 不好意思 這個歪掉了 好 但沒關係 大家不要看我 好不好 現在已經是剩一張嘴了 好 好 但我的重點是說 各位同學 以上三個呢 可以有效的去幫助你說在 如果你本身在練習場已經覺得動作練得差不多了 可是下場總是在遇到壓力的時候 就會有時常表現的話 這三件事情有很大成分 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去幫助你 讓你在下場的時候去維持你在練習場的動作 好不好 各位同學 好 所以這三件事看看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 那先這樣囉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